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电路里面的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物理量 叫做电动式 那所谓的电动式呢 其实也可以代表电源部分的 产生的一个电位差 但是我们不用电位的观念来解释 我们还是用 专用的术语来解释 我们知道当我们这个一个电路里面呢 它是一个线性导体 那接上一个直流电源的时候 它这边就产生一个电位差 所以里面就会有电场 那这个电场就会让这个导体里面的 自由电子往电场的反方向移动 那因为自由电子移开了以后呢 就等于整个导体带了正电荷 那自由电子往左方移动呢 就等于正电荷是往右边移动 好那也就可以这样子来解释 这个电场呢把这个正电荷呢 往这边推 那推过来以后呢 那这个地方呢就提供它能量 电源部分呢 本来就是代表呢 它提供整个电路的一个能量的装置 我们叫做电源 所以我经常跟朋友在聊天 我说你今天呢 去7-11买一个电池 你讲说它电池也可以 那你说我买一个电场也对 因为电场是我们学物里的呢 它比较知道的 事实上你真的是买了一个电场 因为电场本来就是代表能量的一个代名词 那所以呢当这个正电荷呢过来以后 这边就提供这些正电荷的能量 那电动式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单位正电荷 单位正电荷就是代表一库轮的正电荷 它所获得的 在这边里面所获得的一个能量 就是叫做电动式 那我们用这个F凶这个符号呢 来表示 好我们看它的公式 好那这个ΔU呢 就是代表电源部分所提供的能量值 这个ΔQ呢 就是代表这些正电荷的带电量 而电源部分呢 其实就是它可能是 我们用一个电池来表示 那因为电池里面呢 它会产生一个化学变化 就是氧化繁原反应 所以它会损失一些能量 而这个所损失的这个化学能呢 就是代表它所提供的能量值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我们来看这个电功率 电功率它的意思呢 是代表电源所提供的每秒钟 电源部分所提供的能量 功率的意思本来就是说 单位时间里面所做的功 那因为功跟能呢 是化上一个等候的关系 好在电路里面 我们用能量来表示 好那我们就代进去以后 那因为这个ΔU呢 就是代表电源部分 所提供的能量 它就等于电动式呢 乘上这些正电荷的带电量 那除上时间 但是因为电流的定义就是说 电荷的正电荷的带电量呢 除上时间 所以ΔQ除上T呢 实际上就是等于电流 好所以你可以发现 以这个电功率来解释的话 好这个电源部分 它每一秒钟所提供的 这个整个电路的能量呢 显然跟这个电源部分的电位差 就是我们所谓的有一个电动式呢 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简单一点讲 就是你今天买一个1.5伏特的电池 跟3伏特的电池呢 是它的这个电动式呢 是差了两倍 所以它在整个电路所提供的电流呢 当然也会不一样 好 那我们就从这个立体呢 再去了解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我们假设一个6瓦的一个闪光灯 好 那是由1.5伏特的电池呢 来提供给它这个能量 那求这个电池里面的流动的这个电流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闪光灯是代表这个耗电功率 就等于它一秒钟呢 要消耗掉6个焦耳的能量 它没闪一秒钟 它就损耗掉6个焦耳的能量 而这个功率呢是由完全由蓄电池来提供给它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整个电路来讲 这个耗电功率呢 其实就是等于电功率 好 所以我们用电功率的公式来计算 那电功率呢 它会等于这个电动式呢 乘上电流 虽然它是耗电功率 但是其实这样就会等于相当于是电功率 所以6的话呢 就会等于1.5 乘上电流 所以电流呢 显然就会等于6瓦 除上1.5 好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4安培的电流 4安培的电流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功率越大的这个电池呢 它这个电流呢 当然基本上也是越大的 也是越大的 好 有关电动式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